嗨 哈喽 嗨 我这一次 因为是父亲节 这一次两边直播 但是 我正在等我的食物 我现在的食物 还在路上 就是应该是一 一分钟之内 会到所以 今天你们猜我要吃什么 今天我们要吃什么 今天我们吃的是 公保虾球 白米饭和 汤 好 感谢 跟我妈说我开直播 让她讲话小声点 不讲话 拜拜 好 来了 来了 好开心 可以吃饭了 现在我人在青岛 不吃牛肉面了 这个酒店我没看到有牛肉面可以点 所以我今天先喝汤 好开心 首先祝各位父亲节快乐呀 啊 不知道荧幕前 有没有父亲 我猜一定有 毕竟邓子齐的歌 适合各种年龄层去聆听 所以我相信一定有父亲 就在看我的直播 祝你父亲节快乐 而且祝所有 如果你还不是父亲 那就祝你的父亲父亲节快乐 什么 有人说收音不好 卖堵住了 哎 这样呢 这样有 这样有没有好一点 这样有没有好一点 我要怎么办 我怎么样 放个东西在下面 让它 能够 不要堵住 这样 太好了 这样吧 这样就不会堵住了 耶 今天我们喝 喝汤先 喝什么汤呢 我也不知道 点了一个利汤 在酒店 嗯 太好喝了 这应该是一个鸡汤 里面有 鸡 跟有这个 这个叫什么 竹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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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你们吃饭了吗 应该已经吃了吧 现在都已经11点多了 今天跟昨天 我们两天在这个青岛 太牛了 青岛的观众朋友们 真的太牛了 主要 是我知道就是北方的朋友 非常的热情 但是也确实没想到 你们一天比一天热情 真的太大声了 而且 我爸不是每一场都跟我来我的演唱会吗 然后今 就是 就是这一次 这个周末 他在 然后他说 好大声 你们被我爸称赞了 先让我还一还 因为我刚刚在青岛站这边刚下台不久 连续唱了两天 而且我觉得这两天 因为我心情很好 所以我在台上面就很高涨 然后我就一直在寒场 然后完全都没有保留的 而且因为这一次我知道我只是需要唱两场 所以我就毫无保留 我就完全的就 就这么就 全部放开来唱了 所以现在 说实话 能够喝到点热汤实在是很 很舒服 吃饭时间来 当然不只是白米饭了 今天我们吃 公保虾球 嘻嘻 好吃 好吃的呢 有没有朋友 刚刚看完我的演唱会 那么快就已经上来看我直播了 但由于我们现在 直播站 越来越多 好多人了 好多人了 现在 加起来 五十几万观众在看我直播 所以 应该是绝大部分人 都还没有看我演唱会 我们这两天 青岛有七万两千个观众 所以 所以 起码你们当中有百分之九十 是 没有来看我的青岛 这样的 这个事情证明了什么呢 就是一心不能两用 我正在很努力的吃饭 我讲话就开始有点油伦刺 你要我先 吃一口 因为真的很饿 我现在看一下你们的留言 嗯 昨天我哭了两次 有人问我昨天为什么哭 我妹妹来了现场 我妹 因为 这件事情我讲出来 她会不会想打我呢 但是我觉得还行吧 我妹刚刚 组织了自己的家庭 所以我昨天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是唱给她听的 然后 就是我心里面想到的就是 我在她的婚礼上面 没有唱歌 但是在我的演唱会上面 就给她唱了一首歌 就满脑子都是想要去祝福她 所以其实我昨天在后台 心想要不要唱这一首的时候 我都已经忍不住哭了 因为我觉得我 因为我知道我妹就坐在第一排 然后我心想 我如果唱这首歌 我看到她 我应该是会哭 结果我昨天就哭的不行 其实我昨天都还没瞄她 我都不敢瞄她 我唱的时候都没瞄她 都没看 但是还是哭了 心中还是有很多的感受 对我妹妹 看到她有自己的幸福 还是很开心 嗯 昨天 我在舞台上面分享了一个 青岛的 的一个小故事 原因就是几年前我打游戏 什么游戏我就不说了 但是我打我打一个游戏 那个游戏里面我需要当一个国王 然后要去跟其他的伺服器的人 要去对战这样子的 然后我在那个游戏里面认识了一个朋友 网友 然后因为我们是要 就是共同的去 怎么说呢 共同的去带领整个伺服器 一起打别的伺服器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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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 就是 有这个革命情感 然后后来我就 嗯 认识了这个朋友 几个月之后 我就告诉他 我是邓子齐 吓死他了 但是 但是后来我们打别的游戏 我们一起打别的游戏了 然后呢 还是保持着很好的友谊 昨天 他带着他的朋友 一起来看我的演唱会 线下 就是从线上变成了线下的朋友 挺神奇的 你们有什么东西想问我 我现在分享完了 我可以专心的看一下你们的留言 我下个礼拜去南京啊 下个礼拜 在南京一连三场 南京 21 22 23号 从青岛走了吗 还没啊 还没走 刚刚才下台啊 怎么会那么的快走 现在在酒店 是 有人问我是不是胖了 呃我没去算 因为我已经 我已经不想再经历那种减肥的日子 就是我觉得人生有更多事情应该去关注 不要太关注自己的体重 没必要 除非是真的到影响身体健康的那个状态 那就去稍微关注一下做做运动啊什么的 让自己更健康 但是如果不是影响健康的话 我真的觉得没必要 怎么不吃牛肉面 这个酒店 我看他菜单没有牛肉面可以点 你们不要看我不讲话 我正在默默的一直看你们的留言呢 金话筒有人问我金话筒去哪儿 金话筒前面几站一直下雨已经 零的有点收讯有点问题呀 而且紫色话筒也是我们昨天 就是有试过 金色话筒跟紫色话筒两个话筒感觉收讯都不太 不太顺畅 所以都拿去修了 你看连话筒都拼了命 想要让我唱得好 所以我们在下雨天的时候 他们都很努力 金话筒跟紫话筒 他们俩现在都送去休息了 送去抢救 今天我妈生日 今天除了是父亲节以外 还是我妈生日 所以这个周末 我妈跟我爸都一起在青岛这边看我的演唱会 这个公保虾球有点辣 让我忍不住发出这种声音 有点辣 但是 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完演唱会了嘛 所以我可以吃 不怕 明天只是休息 好好好 有人问我澳门游几场 我不知道啊 看你们啊 看如果你们有很多人想看 那就再加场咯 我们现在接下来有什么站呢 下个礼拜是南京 再接下来是郑州 然后就有福州 然后再有台州 福州之后是哈尔滨 哈尔滨之后就台州 然后再到呼和浩特 然后再到澳门了 澳门之后的就还没公布 有人在问 我后面这个哥哥在干什么 他是法行师 他在帮我拆我们的假法 拆法片 因为我们开演唱会的时候 会接法片 来呀来呀 呼和浩特啊 七月啊 七月底 苏州 苏州会来吗 苏州 你看我地里啊 等一下等一下 我小心上 现在在很紧张 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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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就是距离 上海 一个小时开车 左右是吧 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努力 来到大家面前 你不要以为我不讲话 我在努力认真的看你们的留言 哇 哇好多人啊 现在 都 两边加起来都140多万朋友 在线 那么多 什么叫又吃 有个留言说我又吃 什么叫又吃啊 我刚开完演唱会 我现在才吃 我上一次 就是上一顿饭 是四点 的时候吃的 因为我演唱会七点半开场 所以我必须要提早至少三个小时吃 不然的话我会一直唱歌 一直在打歌 其实我今天唱歌就已经有稍微 在打歌了 但是如果我更接近开场去吃的话 我就会打给打更多 那就不太行 今天吃的什么菜 今天吃的是公保虾球 好好吃 嗯 有人说大连再来一遍 成都再来一遍 我上次来的时候你们没来吗 你们有来我上个月大连的演唱会吗 澳门是体育馆 澳门是我们I am Gloria 的第一站是体育馆的 应该会很不一样 就是体育馆演唱会跟体育场演唱会 我觉得逻辑很不一样 因为体育馆演唱会很沉浸感很很很暗 所以他会更加的沉浸 然后我去年在准备做体育场演唱会的时候 我去看了超多不同朋友的演唱会 体育场演唱会 然后呢 我在各个角度我都做到那个位置上面去看了 然后我就发现体育场演唱会还是很重要 就是他的他的大屏幕得很大很高 因为我我我做到大老远就超级远去看 我就希望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屏 因为基本上看不到人了 所以只能给一个很很大的大屏 所以我现在的我自己的体育场演唱会 就是屏幕超级无敌高 宽度其实我是我是把注意力放在高度上面 原因就是你很宽的话 如果你坐在很后面你还是看不到 所以我就必须要让我的高度尽量的高 这样人才可以尽量的放大 希望可以照顾所有无论是近的观众 还是远的观众 海外有计划吗 有啊 明年 应该明年去海外了 开四面台 No 不要 四面台我经常头晕 我去当过其他人的演唱会是四面台的 然后真的我我会因为我我我我自然的反应 就会很想要照顾所有的观众 所以我我只能想象如果我开四面台 我会一直在转一直在转 希望可以看到所有的观众 然后我就会头晕 还是别了别了 还是别了别了 我想说大家来看我的演唱会一定要看我的VCR 虽然我我知道大家很很就是很支持我 然后有些朋友可能他们带一个哨子进来场里面吹 然后他们会在各种不同的时候就去吹 嗶嗶嗶 然后邓子骑 嗶嗶嗶 邓子骑这样子 但是呢 可不可以不要在VCR的时候吹啊 我拍那个VCR真的拍的很用心 是我自己写的剧本 然后把它拍成是贯穿整个演唱会 其实它是有逻辑 你不要以为跟我的歌单完全没有关系 它其实是超级有关系 如果你看不懂的话 建议多来看几场 因为其实它是整个Gloria这个角色 在默示的一个场景底下 他经历了什么 然后去述说他他一生经历着的东西 然后反正他跟我的歌单是超级无敌有连接的 所以我非常非常可惜啊 觉得如果大家没看到就不要顾着喊邓子骑 然后没看那个VCR 一定要专心看那个VCR好吗 先吃一口饭 让我先吃一口 有人说看多了好难受 看多了好难受 第一感谢你来看这么多场 第二我在VCR里藏了超多彩蛋 超多讯息 我其实不觉得大家有看得完全懂 因为我在网络上面搜读后感或者观后感 其实我并没有看我暂时我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完全的看到有人真的把我所有收收藏在里面的细节分享出来 所以我极度的怀疑到底你们能够吸收到多少我在里面的讯息 极度怀疑 唱歌唱歌 好了好了 你要唱什么歌 你要唱什么歌 给你一点时间 点歌呗 要唱什么 刚刚刚吃完这个公报虾球有点弹呢各位唱点温柔一点的歌好吗 歌唱歌 可惜我们终于来到一个句号 窗外不愿飞的风鸟也在来到 从谁再也不会听到我们墙长 你会不会少了一点的烦恼 温柔版句号 被他辣到鼻涕都出来了 还有什么 点什么 点 有人点11 可是 you know 爱就像大雨落下 怎么能让人不牵挂 过得好吗 想说的话 你能听到吗 没能陪你到最后 别再叹气走没走 怎么能忘掉你所有 青岛 因为我现在在青岛 还点了什么 爱能克服远之力 爱总是身不由己 宁愿换个方式 有个人刚刚说每一次取关你 你唱一首歌我又再关注了 好的那我多唱点 但是重点是为什么你一开始要取关 我干了什么值得你取关 还有点什么 美丽的泡沫 有什么难过 还有唱什么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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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看了我演唱会没有没有唱海阔天空 我今天晚上唱了呀 今天我寒夜里寒雪飘过 哇起调是不是起高了 我爱着冷可流的山沫 飘远方 风雨泪在港 母泪分不情影中 天空海赴 你与我 何会变 还有什么 每一次到达我要下播的最后两分钟 我都会想唱一句 再给你两分钟 还有什么歌啊 有人说我乱动 你知道吗 我唱歌必须要动啊 因为我在找音准啊 我唱歌你不让我动 不行啊 很难受啊 很难受 懂吗 唱歌一定要动来动去 因为唱歌不是只是声带的运动 是整个人的运动 你懂吗 懂吗 他已经习惯了 他很习惯 他可以的 还有什么 你们点些我记得歌词的歌 你们点那些很久之前的粤语歌真的不记得歌词 因为太久没唱 居然有人点那个game over game over 你也知道game over是我18岁的时候出的歌 你问我我只记得一句 ah oh 你看我真的真的只记得一句歌词很离谱 45分了 但是我免得我好像很积极想要下班 我再给你们两分钟 来给我点最后一首歌 点啥 不用给我送热水了 我都快下播了 好了还是给我送了 那我就喝一口 我好凶 你今天才知道吗 当然了 下一个 你们快点快点两分钟给你们点一首歌 你们点一首我想唱的 还点了啥 点些我的歌行不行啊 你们老是点别人的歌 我刚刚都唱了十一还唱了海库天空啊 你们点点我的歌行不行啊 父亲节适合唱什么歌呢 父亲节其实也适合唱 我是不想唱的 我一起唱的歌 喜欢唱的歌 我唱的歌 是很大 太多什么 我忘记了 It's all about you, 我的心意 我是北, 我是黑呀呀呢 It's all about you 哈哈 All About You 是我的歌 十多少岁?十八岁 十八那张专辑的 去日本拍的MV 当时有一个外国模特儿 当MV男主角 然后我还很害羞 因为我一般一拍那种爱情MV 我就会很害羞 哎呀四十七分了 我要那么积极的下播吗? 我要装作我不积极 但是我又很开心 因为我努力的唱了两天 我终于可以下班了 各位我好开心啊 那我最后送你们一首歌吧 不要对我说再见 一句再见 就结束这一切 能否不要说再见 你的再见 说得那么明确 怎么我和你之间 两个世界 再也没有交接 如果告别 能不能再见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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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